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雨同舟 曹操邪听子引领诸侯 汉献帝实际上就是个傀儡皇帝 为了匡扶汉氏夺回皇权 福皇后暗中写信请求他的父亲策划诛杀曹操 那时候的他对未来应该还是充满希望的吧 最终的汉献帝去世后 由他的同胞兄弟刘平继续匡扶汉氏 时间久了 福寿对小叔子也慢慢的有了感情 可每次福寿将要和刘平突破小叔子的感情时 刘平都会毫不客气的拒绝了 因为在他的心里 福寿一直都是自己的嫂子 不久之后 刘平好不容易和福寿突破了叔嫂关系 可这时他们中间又有了曹操的介入 之后曹操为了进一步的控制刘平 逼迫刘平庇除福寿皇后之位 娶自己的女儿曹操为妻并且立为皇后 可这时的刘平已经离不开福寿了 为了大局着想 刘平还是应了曹操的要求 虽然福寿被废 但是刘平对她的感情一直未变 直到福寿死去 刘平的心里也只有她一人 曹操成为皇后 曹操原以为自己的计划将要成功了 可没想到的是 曹操对刘平的感情太深 她为了帮助刘平维护汉氏的天下 不惜与父亲为敌 可即使这样 刘平还是没能接受曹操的感情 虽然曹操一生都没得到刘平的爱 但是她死后和汉县帝合葬 对于她而言 这也算是最好的结局了 总的来说 这是曹操害了曹操一生的情感 如果不是曹操为了自己的利益 曹操有可能会遇到真心对待自己的另一半 对于刘平和曹操的婚姻感情 大家怎么看呢 好了 把你们要说的发在下方评论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